Sawari Guffins 收看《沖港台》 Just for fun 不要太認真 今天《沖港台》回衝帶來的話題 都是與香港爛起 早幾天看新聞說 原來有野豬在香港出現 久不久也有這個新聞 有野豬到處自由行 然後不是撞死了 而是撞傷了 同一天有兩宗新聞 與野豬有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或者一隻很大的肥野豬 就好像被車撞傷了 還是死了 而另外一天說有三隻小野豬 然後又不知道在哪裏的魚戶處拿走 有時候我都在想 這些小野豬或者這些小牛 一旦被魚戶處拿走 那會是拿去怎樣呢 人道毀穴 還是拍賣 還是交去逃房 還是怎樣呢 真是不知道 泰國的分別有沒有類似事情 是有的 但通常就不是野豬 通常是涉及了三種動物 是哪三種 第一就是蛇 第二就是五爪金龍 第三就是大笨象 究竟這三種動物一旦闖進民居 或者闖出來會怎樣呢 然後慢慢會和大家分享 裡面說的話可能有一點比較敏感 也希望大家留意 說得不好就千萬不要見怪 首先說的是蛇 久不久在泰國也看到新聞說 中國一打一打去廁所 裡面有一條蛇 又或者 看到有條蛇竟然在廁所裡的人 呃 ... 如此之中 碰到蛇 也有,也有 也有 也有 又或者說 吭吭吭嗶 說家裡有一條大蛇 通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會怎樣呢 打999叫警察也怎樣呢 因為叫軍隊呢 其實泰國每個散府也有些類似 生養死狀、執屍、救援、什麼都做 裡面有些專才 若然大家看到蛇的話 通常都會通知他們 有人出來就負責去捉蛇 捉了蛇之後會怎樣呢? 通常都是放山的 放山?放山之後 再走到別人家怎麼辦呢? 泰國人就有這個善心 就不會剁死牠 或者煮了牠來吃 就不會這樣 就有得去放山 因為很多時候泰國人都相信這些動物 是具有些靈性 甚至乎希望放山之後 就得到好運 就是求一些彩票、一些號碼 都挺有趣的 但是會不會有些新聞說 因為你這裡放走了 那裡的家人被蛇咬死呢? 又沒有聽見我這些新聞 可能有我不知道 但是通常泰國人都是放山的 這些真人真事 我試過有一次 也是我的親身經驗 那次就去一個外省散府拍攝 住一間很小型的酒店 那天一去到酒店 二百多不雪 肚痛、肚痛不得了 立刻一進房間拿到鎖匙 就立刻去廁所 打個刺板坐下 然後通常都一定會是這樣 現在每個都是這樣 坐下拿手機電話看看東西 一看 咦? 看到下面 咦? 有東西滾出來的 有一個刺板 有一隻大蜘蛛 嚇到我 幸好我當時 我都未騰正式山洪爆發 未騰正式 準備那一隻 立刻起床 蓋下一個刺板 哇 接著 休褲子 走出去 告訴工作人員 聽了 我衝著工作人員知道之後 就立刻進來 進來之後 拿一個掃把 不是打死它 是掃出去 即是不打死它 是放生的 咦? 那晚上再爬進來 我家裡又如何? 我家裡又如何? 這麼晚一點 咦? 真是害怕 但是泰國人通常就是這樣 就會放生 多過打死它 所以 日香隨俗 若然 譬如泰國人 假設你在泰國的家裡 遇到一個蛇的話 你也通知這些部門 讓他捉了 而另外一些 很經常在民居出現 但當然不是曼谷市 也不是我家 是一些鄉下地方 就有所謂的 類似五爪金龍 以前我拍了很多 在龍片链的公園裡 經常出現 哇 新鮮的那些 泰國人叫他做 墮胖墮湯 即是金色的一條東西 或者銀色的一條東西 甚至乎名叫做墮嘻 即是泰文粗口 即是 其他那些東西 在泰國來說 譬如在龍片链公園也好 或者窄到窄 附近的公園也好 泰國人見到你都沒什麼東西 即是可能我在這裏吃東西 他在隔壁經過 即是他又不會咬你 你都不會咬他 即是大家 即是你有你我有我 各走各路的 即是不會說 即是 哇 即是打你 那我捉他回去吃 就並不會如此 有見及此 那這些五爪金龍 他們可能又不會上網 又沒什麼做 有空無事就 就 就繁殖 繁殖 越生越多 據說龍片链公園那裏 本來有很多很多 最後也有市政府說 去捉一些 但是捉一下捉一下 就好像做場戲給大家看 接著都沒有捉到 那現在你隨時去龍片链公園 你都一定會見到那些 在那裏曬太陽 在那裏吃東西 我都拍過很多次 一沒有東西出街 我又去拍一下他們 因為叫做千奇百歲 像Lational Geographic 大家喜歡看這些 奇怪 那就拍了 而有些的鄉下地方 久不久都會拍到 哇 有條這樣的東西 去了超級市場裏面 爬來爬去也有 又或者是去了民居上面 爬來爬去也有 都有這些 遇到這些情況 那當然是一個 又是這個 以德善堂那類的 一些善堂的朋友 就會來幫忙 撿他們走 捉了他們走 捉了之後 當然也是放山 難道會混和監倉嗎 通常都是這樣 泰國人就很少會說 將這些的動物 將它去囚禁 或者殺死 至於另一件事 現在這一陣子多了 闖進民居 還有無端端 在不知什麼地方 山頭野 出現大象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也引起一個話題的爭議性 早幾段時間 也有一些新聞說 很不知在華欣還是哪裏 有一家人的廚房 是兩次被大象撞進來 看到那些紅毛樓石屎 不是大廈 不是樓上32樓的大廈 是在一些鄉下地方的一個蛇屋 大象很無有力地撞穿牆 接著 拿東西吃 兩次 同一間屋 兩次被大象闖進去 然後也有一些地方 無端端開車 大象就跑出來 又踩一輛車 甚至乎有些人 因為他不是虐待大象 不知為什麼跟大象走在一起 然後被他弄死了 也有 最近多了很多這些新聞 為什麼無端端多了這些 逃出的大象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泰國以前有很多 旅遊景點都有些 養大象被遊客玩的 被遊客騎的 這個事情 就有很多人評擊 在網上 無論是西方人也好 或者是香港朋友 每個人都爭到不得了 一定要抵制 不可以給他們機會 繼續利用大象來做生意 這個問題其實值得 值得研究 假設有家常人 他本身已經兩代 當然了 養一隻大象 買一隻大象 不是說今天買明天放出來 不是這樣 都需要一些日子 可能已經從事了這個職業很久了 養了一隻大象 都需要錢的 雖然說大象吃蕉 但是天天吃很多蕉蕉蟲 蕉蕉蕉蕉 難道自己去炸什麼 都是要錢買回來的 好了 跟著也給我們一個地方住 當 如果大家一起杯葛 抵制他的時候 那 那些人沒有生意 大象連蕉都沒得吃了 跟著 當蕉都沒得吃的時候 他們可以怎樣呢 可以怎樣生活下去呢 當然我知道 利用動物來賺錢是不對的 但是 他們都已經進行了一段日子 那你說 可不可以 教大象做別的事情 不要讓人騎 你真的覺得大象會跳舞 女兒就在會上樹嗎 不是那麼容易教的 教的過程 可能會涉及到一些 打你了 打你了 不聽話 那這些又算不算虐待呢 那 就是很多爭議 好了 到最後 也是因為很多的遊客來不了 疫情 有人說 真是開心了 終於沒有遊客來 你就要倒閉了 可以放些大象離開了 放些大象離開了 你會開心 但是問題 第一個 一個象人家園 已經沒有了生意了 有些大象不是說 真的可以放去通山離開的 你放去通山離開的 去哪裏 還有這些大象 其實有很多 都有身份證 可以早前我 拍 日後衝遊 去了布吉島 有一個新的景點 就是 晚三遍夜 都是一個粉紅色的地帶給大家喝東西 打煎秋 那些 原來以前正正是一個象圓 就是有些大象被人騎 原來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店主這麼多大象 難道放在布吉島呢 不行的 放去通山走 更加是不可能的事情 都要處理它 結果就送回那些大象回鄉 就用大貨車 然後不知道 都是花了一筆錢的 送回去一個鄉下地方 就說你們在那裏 那究竟 是在哪裏呢 還有那些大象孤兒院 又有沒有足夠的人去照顧它呢 這些 真是不清楚 而可能也因為這樣 有部份的 象圓的人士 真是 當然有錢當然是帶回鄉 如果自己也沒有飯吃 自己也沒有錢回鄉 我怎樣賺錢 就載這些大象回鄉 難道找政府幫忙嗎 於是有得 你走吧 打開道門 你去哪又去哪 從此回復自由 所以也導致有些地方 出現了 無緣無故多了一些大象 走來走去 這些找義德善堂行不行 義德善堂也幫不了 因為太大隻 大象基本上有殺傷力 很容易會踩死人 踢死人 這些事情會發生 變成在這樣的環境 你說如果抵制那些人 不讓他們利用大象來賺錢 大家一起杯葛去旅行 都不騎大象 那些人沒有收入大象 又沒有招食 沒有公開 那可以怎樣呢 我真是想不到 但如果大家不抵制的話 又好像助長到這件事 亦有人說 你死了胡慧昌 你這樣幫那些大象人 活該你下一輩子做大象 你這麼兇奪 下一輩子做大象 我不做大象 我做小象可以嗎 不要這麼兇奪 其實我都不是幫他 只不過是張藝士探開來講 探開來講 如果大象 你說到絕世的話 那些人沒有飯 開些象又沒有招食 大家一起死 但現在都不用你們去杯葛 一個疫情 那些帳人 那些帳夫 自然就沒有公開 所以那些大象也要解散 大象團也要解散 有些幸運就送回鄉下 但送回鄉下 是不是代表幸運呢 是不是有一些帳元 可以100%去接收他們 讓他們居者有棋 每天有招食 又未必 而一些正如廣場所說 我回鄉下我都沒有錢 我怎麼可以送你回鄉下 總之打到門 你有這麼遠走這麼遠 回復自由 那些大象 又是不是正如現在看到新聞那些 通街跑 撞爛人家的那間屋 那些 其實你叫這個 異德善堂都沒有用 他可能都是 來拍張照 啊 不停地趕一下 趕一下走 去那邊 去那邊 走完 他就再回去 再撞過 其實這些 野生大象 都是一個社會問題 但是 可以怎麼解決呢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當中 人 都沒有飯吃沒有飯開的話 那大象又可以怎樣呢 那這個問題我真的想不到 還有不知道怎麼解決 而且也不敢說太多的說話 一旦說 很簡單 如果翌日再開 繼續給一些遊客來玩 就可以 你死了 十被人遷就 你不僅一輩子做大象 你三輩子做大象 那我真的背不起 所以 這些事情 泰國的事情 交給泰國去處理 只不過今天就叫做 講開又講 把野豬的問題 就拉開來 講一下這個蛇 講一下這個 吳酒那麼濃 當然要大象而已 just for fun 不要太認真 但願 但願 這些離家出走的事情 就越來越少 希望最好 不要說人 動物都各個 居者有其屋 有蛋餚仔吃 有餐飯吃 那就好 是不是這麼說 其實所有的動物都有生命 我們都應該要好好的珍惜 和愛護牠 但偏偏最近香港發生了一宗案件 有人涉及殺害小動物 涉嫌 用來做一些毛術制製 這件事情簡直令人發恥 今天晚上適逢鬼門關大開 九點鐘約定大家 我們會再來一次衝港台 將這件事攤開來講 由香港港到泰國 分析一些所謂的毛術 邪術法術的事情 約定大家今晚九點鐘 和大家再來一次衝港台